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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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貴賓、各位市長、各位同學 以及影音平台上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亞洲大學文倩講堂 現在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陳文倩、陳老師以及胡志強、胡老師 我們謝謝台中市的前市長胡志強、胡市長 胡志強市長從牛津大學回來之後沒有多久 他就擔任台灣有史以來被認為最好的新聞局長 很快地變成駐美代表 然後變成外交部部長 之後當他所屬的政黨在大選大敗 所有的人都保持觀望 或去求其他的私人企業 可以擔任很高質的薪水 這個是很正常的 因為他們都是很優秀的技術官僚 胡志強卻說了一句話 我們都是黨栽培的 我們要下鄉 而他的家鄉就是台中 只是他競選台中市市長 主要的一個過程 所有的人搞政治的人都知道 你要有前途 你不選台北市市長 也要選新北市市長 那個時候叫台北縣縣長 因為能見度才高 可是有一個東西 讓他做了不同的選擇 因為家鄉情 多過於個人 政治前途 利益的考量 然後他開始改變了台中 文創產業 從台中開始 國家慢慢地重視 你們現在看到 在全台灣的綠圍裡 是他的創舉 他看到了法國的綠色直升牆 他想有什麼方法在台灣可以先進行呢 於是就利用了市政府特殊的行政命令權 在市議會也通過 你凡是要蓋工地 所有的建築 新的建商 你防害這個地方很大的空氣污染 然後重建 所以你要播出其中 整個所有建案的一定百分比 來做綠色圍裡 結果反而搞的工地那個地方 鳥特別多 生態特別好 他的這個創舉呢 台北市後來學了 高雄市也學了 然後之後全台灣都知道 綠色直升牆 於是各個建築物統統都有了 然後他也請來了 Poveratti 那個時候我也來台中廳 誰也沒有想到 那是Poveratti最後的演出 回去之後他身體就不好了 他請了Andrea Bocelli 他曾經請Zaha Hadi 在台中要蓋谷根海 但是因為中央執政的政黨 其實只有五十億 五十億在中央政府的預算裡頭 是很少的錢 卻不願意支持台中 台中市議會的一些人認為 這個整個支出預算 可能對台中市的負債比例 會太高 加上他們希望 他們擁有 可能某些議員自己是擁有 在現在你們看到的一些七企 附近他們都有一些土地 他們沒有遠見了 其實當時如果 顧根海蓋成的話 他們旁邊的土地 會更值錢 那也就是說 如果台中市議會裡頭的很多人 都是有這種見解 你可以想像 當胡志強市長 他去爭取 顧根海要到台中來 這件事情 在台灣社會引起的 不管是因為不同政黨 中央執政故意不給他政績 不管是台中市民 對於一個國際博物館 沒有足夠認識 還是一些文化人說 我們不要國際的東西 那叫做殖民主義 我們要自己的東西 這種過度狹隘的文化眼光 台灣那個時候 就在這樣的各方 或者是政治的惡鬥 或者是一些短視偏見 最後顧根海 《胎死腹中》 《胎死腹中》的顧根海 卻讓那個建築師叫Zaha Hadid 得到了隔一年的普利茲克建築獎 他現在是全中國大陸 全歐洲最著名的建築師 廣州的小蠻窑 北京很多重要的私人建築商品 以及現在非常多的其他的 建築事務所都學習了 他很Zaha Hadid 擅長的流線條 這個流線條呢 在當時建築工法很困難 可是隨著大數據 等我們這個軟體出現 他們可以在電腦裡頭 直接蓋個建築物 然後算好水泥各種重力 然後直接施工 所以前一陣子台灣淡水 有一個橋 有Zaha Hadid 事務所 還不是他本人操到 他就覺得很驕傲 那個是大概2014年 也就是胡志祥去爭取 郭格寒的時候 最後失敗 公白垂成是2003年左右 從2002年到2014年 12年 我們慢慢學會了 一個美的建築 也透過台中歌劇院 你們也學會了一東風修 也透過了很多不同的建築物 學到了國際建築師 對我們的重要性 可是在2002年 2003年的台灣 那是一個 眼光短淺的台灣 你們卻擁有了一個 充滿國際事業的市長 而且他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因為他 有呼吸中止症 高血壓 當時他飛機坐到 San Francisco的時候 他小中風 當地的醫生跟他說 你再坐飛機啊 你會再中風第二次 他想說他跟了 郭格寒約好了 在Las Vegas 他怎麼可以不飛呢 於是他冒險飛了 飛了再飛回來 醫生的預言 一語成纏 他再度的中風 你們待會看到他 腳一擺一擺的出來 那個再中風造成的結果 就是如此 對他身體造成的傷害 非常的大 而郭格寒最後 也沒有完成 我為什麼要說這段故事呢 其實這個國家一直有人 是願意為這個國家社會 付出跟貢獻 而他付出的不只是歲月 他付出的不只是 他更好的政治前途 他可以付出他的健康 終身失去兩條腿 邁步大走的基本生活尊嚴 是為了讓台灣有一個國際博物館 因為你說台灣 台中沒有任何的產業 也沒有中科 然後所有的傳統產業都遷走了 台中最盛行的產業是色情產業 長這麼一段往事 你們很多人現在 可能18歲、19歲、20歲 我說的都是你們出生的時候 出生才剛會走路 出生之前 或者是出生之後 學會可以奔跑的時候 這麼多年來 人們會遺忘很多事情 我們永遠沒有忘記 請大家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胡志強 永遠的台中市市長 對 OK 那我下去聽喔 謝謝 那文謙怎麼 請坐嘛 你要看這個 OK OK 大家都知道他是陳文謙 我也希望你們知道我是馬英九 好久不見 文謙要我來參加他今天這個演講 我是很認真的準備 我發覺現在台灣最流行一個東西叫做 百萬小學堂 你聽過沒有 高雄市議會裡面在質詢市長會問 什麼區在什麼區的旁邊 什麼東西在哪一個區 然後什麼廟拜什麼神你知道不知道 我曾經在台中市議會被這樣問過 我說我可不可以拜託你談一點市政 你現在問的這些東西你大概都有答案 你不要把我當小學生來考我 台中市議會就再也不問這些問題了 我現在用一個百萬大學堂來開始我的今天的報告 但是我發覺你放的第一頁不見了 你直接放第二頁了 第一頁在哪裡 第一頁就沒有了 好 沒關係 第一頁就沒有了 第一頁的字也不多 就是百萬大學堂 你們都是大學生 我試著問你們幾個問題 這個百萬大學堂的副題叫做 有生以來 為什麼我用有生以來 因為你有生以來 有些事情你習以為常 你天天見到 但是你有稍微了解 他的性質狀況分為來由嗎 我們來個大學堂 我不要問你 我不是一個人一個人問 有幾個人知道 一夫一妻制度 有多久了 記得中國人以前 皇帝可以娶很多太太啊 有錢的員外 可以一妻多妾啊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 一夫一妻 娶兩個太太就重婚 在你生命中理所當然的事 開始多久了 也許你覺得不重要 也許你覺得不重要 但是了解一下也無妨啊 你將來在社會上碰到很多事情 人家去考你百萬小學堂 你一樣不知道啊 其實一夫一妻制 在我們的國家裡才八十年 八十年以前 還是可以娶很幾個太太的 現在在世界上 我想問你 有沒有一個國家還可以娶好多太太的 有 有沒有 知道 最好有 你又不是百萬大學生 有 我告訴你 當然 在中東還是有一夫四妻 在非洲 還是有一夫多妻 尤其是 如果 有一個人死掉了 他弟弟就要娶他的太太 當時我看了這樣的習俗 我覺得笑話嘛 平常我叫嫂嫂的人 我怎麼能娶她 後來非洲人告訴我 我以前的工作常去非洲 他說如果不娶我嫂子 誰養她 我哥哥的小孩誰養 這是一種社會現象必須做的事情 還有 在印度 一夫多妻 也是常見 所以我們在台灣是一夫一妻 你看得很正常 但這個現象還是有很多例外 而台灣也不過 就是說我們自己 我們的父母 頂多到祖父才開始 一夫一妻子 第二個問題 大家都投票 女人從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投票的 我的問題就洩露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男人都可以投票 但是女人以前不能投票 你信嗎 最早開始讓女人投票的時候 規定女人要滿三十歲 還要有財產 最早開始有投票制度的時候 是規定 沒有財產的人 沒有念書的人 不能投票 不然越投越亂 你信嗎 這種制度轉過來 也不過一百年了 英國是1918年 女人開始可以投票 但是現滿三十歲 還要有財產 那是男女不平等了 我這裡列了很多數字 就是那個國家你看 瑞典到1962年 才讓所有的女人無條件投票 其實北歐的國家 算是讓女人投票 早的 可是有條件 你知道人類花了幾千年的時間 一直在想 怎麼樣找出我們社會的統治者 從希臘 亞里斯多德 柏拉圖 開始想 投票是一個方式 但是什麼人有投票權 讓他來決定我們的前途 像現在這樣子 只要是會呼吸的 成人 國民 公民 就可以投票 是以前沒有的 是不一樣的 我後面又有一個問題 第三個 下面那一個問題 這個是全世界姓馬的國家 你知道有多少嗎 也不多 八個 馬力是非洲 馬爾他 地中海 馬拉威 南非 馬少爾 太平洋 馬其頓 義大利上 巴爾幹半島 馬來西亞 距台灣不遠 馬爾地夫 在印度洋 是度假勝地 馬達加斯加是個大島 如果你們看過馬達加斯加卡通片 你們小隊馬達加斯加是非洲外面一個大島 為什麼我要問你這些問題 因為我以前擔任過外交部長 我在極端困難的狀況底下 替中國 替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 增加兩個邦交國 一個叫馬少爾 現在還是邦交國 一個叫馬其頓 馬其頓也是文明古國 西方最有名的一個戰爭英雄 叫做亞歷三大 就是馬其頓人 但是我好不容易跟他建交了 現在已經斷交 我拿這幾個國家就想請各位看看 你平常知道這些國家嗎 你大概不會注意 但是當時的總統 見到我說 這樣就了不起喔 你之後才做總統啊 你增加了幾個邦交國 馬少爾跟馬其頓 都是我們馬氏中心會的國家了 因為那個總統後來叫馬英九 我最後要講一個東西 我不曉得你們聽過沒有 五四運動 今年一百年 五四運動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在巴黎開和會 中國難得與西洋列強坐在一起開會 可是裡面有一些對我們很不公平的狀況 我們也沒辦法反對 幾乎就要接受 當時 本來日本佔領山東 日本戰敗啊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輸了 不是 本來德國佔領山東 但是德國打輸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要把山東割給日本 跟中國人沒事 學生都出來抗議 北大為首 然後我們可以放下一張 這是一個圖 我想不是相片 就講說五四運動的時候 是北京的大學生開始的 在5月10號那一天 當時喊了一個口號 我為什麼拿五四運動出來 因為這跟我今天的主題有關 當時喊了一個口號 就是中國要進步 一定要有德先生跟賽先生 誰是賽先生 科學 我們中國人當時科學不進步 所以要science 科學是賽先生 德先生是誰 因為當時中國的民主政治不進步 德先生就是democracy 民主政治 這就是我今天 奉文倩小姐 文倩老師的要求 跟大家談的主題之一 民主政治 為什麼要談民主政治 為什麼要談民主政治 因為我們的社會裡面 民主政治現在 受到很大的質疑 發生了變化 民主是唯一的選擇 基本上誰敢說不要民主 但是我們的未來 民主會讓我們的未來 越來越好嗎 我們可以想一想 既然談到民主 我們就必須談到權力下一張 民主 民主的最主要成分是什麼 就是主權在民 重要的權力要在民眾手上 主權在民用什麼表示 用投票 選舉 代議政治 就是國會議會 還有多數決 majority rule 多數尊重少數 不是 多數尊重少數 但是少數必須服從多數 這個是民主 現在我們過的民主生活 就是這幾個重點 但是民主政治還有一個重點 是絕對不能缺少的 像一個人要活著就要呼吸一樣 真正的民主政治 不能沒有言論自由 民主政治就是誰都可以講 個人的意見 還要有媒體的存在 言論自由分兩個方向來表達 兩個層次 一個是個人 我一見跟你不一樣 我就可以一直講 同時 因為個人的影響力太小 傳播力不夠 就有了媒體的產生 所以民主 就是這兩大方向 主權在民 和言論自由 然後權力 權力靠選舉而來 權力在議會裡面 還有一個什麼東西有權力 媒體 這都是理論 雖然我到最後 也不見得完全接受意見 下一張我會給你看 為什麼我說民主政治與媒體 我要告訴你 媒體在變化 美國現在最有名的一個基金會 常常透過電話民調去探測民眾意見的 發覺有九成以上的民眾 認為媒體不可信 媒體已經破碎 Media is broken 有將近九成二 這九成二大中還有七成多 認為媒體是用自己的目的 有它自私的動機 來影響民眾 基本上不可信 換句話說 你從手機上看 你從報紙上看 你從電視上看 看到的東西都能相信嗎 我有一個朋友在美國住了很多年 難得回台灣很高興 住到台北以後 一大早就跑到永和去吃豆漿 吃得非常高興 燒餅油條豆漿 吃完了出來 看到路邊有人在賣報紙 他想 我很久沒有看中文報了 我就什麼中時聯合了 買了好幾份 回去可以看個痛快 走的時候付錢 他買了三份報紙 報飯說一百塊台幣 他說你開玩笑嗎 你這報紙上明明寫的東西 十五塊一份啊 我買三份才四十五塊啊 那個報飯說 先生 你是外地來的吧 在台灣媒體上寫的東西 還能信嗎 十五塊一份 我是賣二十五塊一份 好 anyway 現在 媒體已經受到質疑 連在美國 都會有人說 media is broken 媒體已經破碎 媒體受到 私心 私欲 私利的控制 你信不信 我不知道 看樣子 川普是不太相信媒體的啦 下一張 再談變化中的媒體 這是一個報紙上的評論 他說 媒體和政府的關係 從來都不是朋友 媒體人理直氣壯的 告訴政府 說我就是專門監督你 批判你的 不要想我專門講你好話 他也可以不講你的好話 但是媒體和政府 應該是敵人嗎 我不知道 你覺得怎麼樣 文章上寫 畢竟媒體和政府 都是為人民服務 只是立場不同 但是最近一個政府高級官員 就是國安局的副局長 指出來說台灣現在有媒體啊 他是跟我們的敵人同路啊 跟中共 叫做同路媒體 認為台灣的媒體 是政府的敵人的同路人 這句話 引起了一個報紙的批判 政黨對媒體有不同的喜好 在所難免 每一個人喜歡看什麼報 看什麼樣的媒體 也是個人不同嘛 但是你不能夠 用政府的立場來表示你討厭什麼媒體 用公權力去控制指責媒體 然後你就說他跟中國大陸 中共是同路人 然後人家問他 立法委員問他 你說是同路人 請問 你有證據嗎 他有 顯然 好了好了好了 顯然我的麥克風也受到國安局的控制 不要亂講話啦 他說 有的媒體是社論 你真的是國安局的啊 做到大陸去檢查 大陸同意才會登 我在媒體工作 在媒體工作 換一個 這個是文獻的比較沒問題 你不要笑 有一天你也被關掉 跟我一樣 他就說 連社論都要先送去大陸同意才能登 我在媒體工作啊 社論寫完的時候都已經快11點啦 媒體馬上在電腦上就要定案要印啦 3點鐘左右媒體的報紙都要開始運啦 送啦 才會在早上六七點到 定報紙的家裡啊 我馬上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立法委員馬上問這個官員說 哦 你說有人社論送大陸審查 那是誰 你講 他說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 我不能講是誰 那等於很多人都被懷疑質疑啊 那所以 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好事情 這個報紙也講 用行政權打擊媒體 是倒退的說法 還說有的媒體是中共的同路人 這個不是一個高級的動作 他的意思低級下流 這個是談媒體 談到現在的媒體 第一 有的時候大家不相信 在美國也不相信 第二 可以變成政府眼中的部分敵人 政府不會罵每一個媒體 可是你如果跟他立場不同 他就說你是壞媒體 第三個媒體世界所發生的變化 就是下一張 就是網路跟手機 真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網路跟手機 真的改變了我們的世界 網路世界興起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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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病例 媒體 越來越多 一個人手機自己的臉書 也可以變成媒體 然後每一個臉書上放的消息 如果造成轟動 他就成功 那個人就變英雄 那如果能夠平常有個一兩萬人 三四萬人 八萬人十萬人 他馬上覺得自己是社會領袖 他也變成了社會領袖 所以社會的價值在改變 每一次你在手機上看到 某一個網站放一個消息 你幾乎不能判斷 包括我在內 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第二天 你到底能不能夠查證 他講真話還是講假話 當然這個現象就是 第二天會有一部分人講真的 另外一部分人講假的 然後你還是不清楚 到底是真假 那這是實際的狀況 媒體在社會裡面 受到手機與網站的興起 而有變化 那台灣又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要報告給你聽 台灣人是全世界 平均值來講 最黏手機的人 你信不信 我們世界第一 八成的民眾每天用兩個小時以上 當然啦 很多人說這個就是商機啦 一定要掌握 2014年 每一天 每一個人平均用 197分鐘 2015年每天用205分鐘 2015年每天用205分鐘 2016年 2到5個小時 就是我們用媒體 用手機的時間呢 越來越來越多 看手機看得多 難怪 你會在網站上看到消息 說不要看太多手機 它會影響你的視力 睡覺以前看太多 你會焦慮 本來都不應該發生 但是 你over 你做多了 平均兩小時 你如果是三小時 你如果是四小時 你如果是五小時或六小時 一個國中生如果每天手機玩這麼久 其實我很詫異 台灣的學生 在目前的制度 和父母管教之下 自己能夠控制的時間 大學生例外 大學生自主已經出來了 爸媽不一定天天管你管那麼多 但是國中 或高中生住在家裡的話 真的能夠一天看兩三個小時手機 父母不管他嗎 那就包括他晚上睡覺 父母也睡了 他在床上在棉被裡面 還在看手機 下一張大家就會看到 知冊會的統計 平均一個人 全台灣的平均值 我們不但看的時間長 我們每個人有大概四個賬號 最大的賬號是FB 次大的賬號是LINE 當然每個賬號都有人 然後變來變去 但是這兩個領先的賬號 確實是被大家用的最多的 下一張告訴我們 我前面講這幾個現象以後 我談了政治 民主政治 我談了媒體 在民主政治跟媒體的變化之下 權力的基本觀念 我講的權力就是以前我們印象裡面 政府的權力 政府的權力 社會的權力 也在逐漸發生變化 政府的權力 政府的地位 已經越來越弱 你看 不管誰做總統 你一選上 民調很高 六個月以內 你的民調就開始往下掉 速度越來越快 然後做什麼都不對 都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臉書太多了 網站太多了 總會有人有不同的意見 政策多造責難 到最後 民意跟民粹 哪一個是真正的民主 你就不一定知道了 這個是表示傳統的權力 正在發生變化 最近 立法院 初審通過 工商管理輔導法 要把台灣的非法工廠 合法化 全台灣有多少非法工廠 將近四萬家 三萬九千家 就是你根本不應該蓋在那個土地上 你蓋在農地上 那麼影響了農業的發展 可是現在政府 想要透過法律 就地合法 所以學者們馬上就說 代義民主 民意代表 受到這些地主的壓力 農地的壓 地主的壓力 工業工廠的壓力 都要變化 這些農地 本來應該是做農業使用 根本不應該蓋工廠 我做過市長 我曉得 我們是農地蓋工廠 工業用地蓋住宅 然後農工用地都不夠 住宅罪賺錢嘛 製造了一堆有財富的人 他們就轉來影響政治 主要是透過民意機關 比較不容易違法 你跟政府下手 馬上就會被抓到 有貪污的嫌疑 可是這另外一方面就表示 因為政府多年的作為不夠 農地和工業用地 一直在減少 政府現在的政府 終於想出一個好辦法來 通通合法化 將近四萬個工廠 就地合法 那農地怎麼辦呢 誰替他講話呢 然後 下一張你就看到我要講的 從五四運動開始 我們所爭取的民主政治 我們以為是治國兩方 是國家民族發展的最好方向 現在開始也被質疑了 民主真的是最好的政策嗎 一個美國人 或者叫他日本人也好 寫過一本書叫做《歷史的終結》 這個人叫福庫亞馬 福山 為什麼歷史終結 他說 因為全世界的經濟 現在都走資本主義 沒有別的選擇 全世界的政治 都走選舉和民主主義 也沒有別的選擇 所以歷史不會再變了 歷史已經固定要走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路 福庫亞馬最近又寫書 覺得他可能講錯 資本主義也受到質疑 民主政治也受到質疑 都透出太多的缺點了 所以我們的歷史還會發生變化 將來真的就定於一尊 只有資本主義 就定於一尊 只有民主政治和投票嗎 不一定 他也沒有給答案 他只是說他原來認為歷史的終結 歷史沒有終結 將來還會變化 同時美國出了一本新書 叫做《權力的終結》 我們看下一張 是民主也在變 《權力的終結》的意思就是說 傳統的權力觀念已經變了 這本書翻譯成中文的時候 叫做《違權力》 就是說大權力沒有了 現在都是小權力 可是他的英文叫做《The End of Power》 就是權力的終結 倒不是福山寫的 是美國一個外交學者寫的 他有幾個主要結論 我在上面都寫出來了 第一 人人都有權力 都更有 比以前有權力 你們每個人的權力都比以前高 因為你手上抓一個手機 你有一個FB 誰也不曉得 什麼時候你會放爆炸性的資料出來 但是很少人有絕對獨斷的權力 以前的政治 不管是不是民主主政者的權力很大 現在這個權力分散 所以是唯權力 第二 重要的決議 以前在會議是大家開會 內閣也好 立法委員也好 軍事衝突 宗教到國家 權力漸漸在減少 世界將歸於誰 誰替我們這個社會和國家做決定 你們啊 以前你們 你們講的話不算數 人家不理你啊 現在你試試看 另外一個武士運動隨時會發生啊 政府不敢忽視啊 我來以前在電視上看到 我不曉得 文謙曉不曉得 交通部剛剛開除了郵局的董事長 和總經理 他當然有他的理由 可是 郵政工會已經去交通部抗議啦 所以不能隨便換我的董事長跟總經理 這種事情在以前是不可能發生啊 長官決定換人就換人啊 你們來抗議幹什麼 那再鬧下去 如果鬧成功 他會在臉書上網路上串聯 去的人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講到第三點 新興勢力啊 顛覆舊勢力的全球浪潮 無法可當 我講的事情不是只有台灣 是全世界都有 我們要 我們現在正在迎接一個 有更多的新機會 更多的新可能 更多人能為自己發生的 新社會或世界 秩序 我剛才講一句話 不要小看你手中那一支手機 它比以前所產生的影響力 已經大多了 意思就是你自己一個人 搞不好掀起 千堆血 整個社會上都受你影響 所以 談到媒體的未來 下一張 最近我開一個研討會 有人講媒體 什麼是媒體 萬物皆是媒體 空氣就是媒體 所以這個社會的可預測性 越來越低 民意影響媒體 影響政治 影響我們的未來 我們到底要往何處去 我們的民主政治下一步會不會變 會變成什麼樣 台灣的未來怎麼走 我們的未來 我要講精確一點 不是我們的未來 是你們的未來 我們慢慢老去 我們很喜歡交給你們 說你們要怎麼樣怎麼樣 將來才會好 拜託 是你們的世界 你們要負責 你們要做決定 好或不好 我們已經快要沒有干擾 或者是影響的機會了 It is your world 你的世界 your future 你的未來 you decide 你決定 這個 我想是一定會發展的趨勢 我不曉得有沒有超過時間 我也不曉得陳文謙會不會罰我的錢 但是我講完了 謝謝 謝謝 我們剛剛其實上了一堂課 我們的市長呢 學的是牛津大學 你是外交還是國際政治的博士學位 是吧 OK 民主體制 民主體制 一直是有問題的 我用的是丘吉爾的話 Damn 可是我們真的還目前找不到其他的制度來取代它 史達林曾經說了一句話 你們對我推銷民主政治 你們在搞笑嗎 那個制度啊 讓丘吉爾在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勒才剛自殺 不到三個月就把丘吉爾換下來了 世界上哪一個制度哪一個合理的選擇 老百姓會做這種選擇 可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一群蠢蛋 民主政治根本就是一群蠢蛋 共同做出來的蠢決定 而你如果從丘吉爾下台的過程來看 是事實 當時也沒有網路 也沒有網軍 也沒有我們今天剛才胡志長所講的這些新興的現象 所以民主制度本身啊 它是有人性的弱點 集結起來 因為投票是要靠老百姓 老百姓就一定有人性的弱點 那如果那個時刻 那個人性的弱點有一種集體現象 然後有一個沒有良心的領導者 他採取了 他看到了這個集體的弱點 然後他把它訴求成一種共同的憤怒 共同的訴求 而且這個訴求基本上是謊言 他還是會成功 這是民主制度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們都知道共產主義是極權封建體制 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什麼 民主是集體操作你情緒的制度 所以假設民主制度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就完全不了解民主政治的本質 民主政治的本質本身 他太容易使用集體的共同情緒 進行全部的操作 所以一個叫集體封建 一個叫集體瘋狂 Right 那我曾經講過邱吉爾的例子 他怎麼被趕下台呢 因為他在戰爭的時期組成了一個 和戰爭時期的內閣 他認為英國只有團結 不能再分黨派 才能夠打贏希特勒 所以他的副首相是他的對手 叫工黨的領袖艾德林 他的國防部長他自己兼任 因為他原來是念軍事學校的 陸海空三軍呢 一個是執政黨的保守黨 一個是反對黨的工黨 還有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傳統的反對黨 自由民主黨 三個陸海空的 所以他的戰士那個 劈里啪啦經過同意 不到幾個小時就組成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原則就是團結 以及在那個黨裡頭 找最優秀的人 副首相就是愛德里 他最大的政敵 這個人心胸之大 只有國家沒有自己 可是愛德里只有自己沒有國家 二次大任一結束 他迫不及待 就發動了政爭 他就在國會裡頭提出 不信任投票要求解散國會 理由是什麼 當時的英國人 有一個集體的情緒 他說了一段話 我在我們的課堂上講過 我想同學記不記得 我再重複一次 他說我們叫戰勝國嗎 我們是乞丐國 大英帝國已經完全顏面掃地了 我們每天老百姓 就像乞丐一樣 在等待糧食配給 因為這樣後 英國的農業生產 不可能一下子恢復 我常常講說 你看老百姓可以不講理到什麼地步 聽起來就像我們常常講的瘋子 因為你養一頭牛 我常常講也需要時間 你養一隻雞也需要時間 你養一隻豬也需要時間 養什麼都需要時間 你種個當地是吃麵包 你種個小麥幹什麼 你都需要時間啊 所以你初期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刻 當然雖然你戰勝了 不再有轟炸 還是要靠糧食配給 但是愛德里的這個口號 引起了老百姓強烈的共鳴 所以民主政治有的時候有人性的弱點 而這個弱點被操縱起來的時候 就變成一群蠢男做出來的愚蠢決定 他們相信 只要那個討人厭的丘吉爾下台 只要那個討人厭的丘吉爾下台 他們就不用再過這種乞丐的生活 可是這事實上不存在啊 所以愛德里上台以後他就倒霉了 因為還是要糧食配給啊 所以大家就開始反對共鳴 可是這一次丘吉爾很聰明 他就叫保守黨說我們不動 而且那次的保守黨 潰不成軍到什麼地步 在國會裡頭 是一百年來最大的挫敗 他的席次只剩一半 在那個狀況之下 丘吉爾說不要動 給他時間 證明他們是一群大說謊家 給老百姓時間 時間很重要 讓他們想清楚 這是他們要的嗎 讓老百姓知道他們就是一群被騙的人 那我們回頭來看 我們想他罵政客 可是我可不可以請教老百姓 請教做決策的人 國家主人叫做人民 你為什麼老是要成為被操縱的對象 你不需要為這些愚蠢的決定 負一點責任嗎 如果你不用負責 為什麼要給你投票權 一開始的前提就來了 你對於你所做的事情 你不負責任 學了一個的話 哎呀這個人怎麼這樣子貪污 學了一個的話 哎呀這個人怎麼這樣無能 這個人怎麼這樣空心呢 全部都是你們選的 全部都是我們大家共同選的 有的人我是沒投啊 投的人有沒有覺得自己很慚愧 沒有 願意跟著冒啊 所以不是只有政客不負責任 老百姓也不負責任 好 那再進入 剛才胡志祥所說的 我們更脆弱的民主體制 民主體制一直都很脆弱 民主體制一直都很脆弱 但是因為極權主義 相對之下 它更沒有號召力 像皇帝當年的權利 你一群人過那麼好多日子 我們這些人這麼倒霉 誰跟你接受這個事情 所以皇帝所有的制度就被推翻掉了 那有的時候也可以被恢復 往往它最後垮掉 不是因為民主這個潮流是一個偉大的思想 而是兩個字叫做分配 你如果把它變成一個價值來看 因為權力壟斷在少數人身上 這件事情過去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日本的天皇根本就是神 從神走下來 這個天皇就沒有發動戰爭的權力了 但是以前的人被教導 我就是賤民 我們現在說是鄉民 以前的人被教導我就是賤民 我就是低賤的人 那些人就是有權力 比我高人一等 比高我一等 所以我就接受他們的領導 這種根深蒂固自我矮化的階級意識 一旦慢慢慢慢被打破 人性裡頭有一個東西就會覺得 你憑什麼跟我一樣 所以平等本來就是人性裡頭會最終會產生來 因為人會嫉妒啊 人會有比較心啊 這我們都知道 所以民主制度為什麼會贏 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更好的制度 因為在人性裡頭會有比較心 在人性裡頭會有嫉妒心 所以當你提倡這個制度的時候 它最終會成為潮流 那集體主義會崩潰 因為集體主義的領導者 有一天它一定會碰到財政困難 它會犯錯 然後就有一大群人起來反對它 然後它平常沒有每四年或是每五年或是每六年一次的選舉 每個國家是不一樣 所以呢它就很容易造成政權的崩潰 因為它們有輸紅道 那有輸紅道的民主政治就一定正確嗎 以美國的共和黨 剛才護士長所說的 美國共和黨自從發生911 9月1事件以後 從那一刻整個美國的政治其實就開始激進化 美國變成一個它覺得隨時都要被攻擊的國家 所以它的國土安全不成立 所以它對其他宗教的人歧視 然後接著呢 它就開始發動伊拉克的戰爭 有一場自己想像中的戰爭 其實是要摘人家的石油 然後接著沒有多久之後呢 它就開始共和黨就出現了查黨 查黨不夠 還覺得查黨太溫和 就出現了川普主義 現在就變成了國家民族經濟主義 貿易保護主義 所以它就分成好幾塊 在美國出現的已經不叫民主政治了 它只有投票了 它最重要的就是 國家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所以這是國家主義 注意啊 國家主義 在國家主義這件事情上 愛美國跟愛中國跟愛俄羅斯是沒有差別的 都是國家主義 它本身都是極權主義的特質 它可以用一個極權主義跟你的愛國心 壓抑掉民主政治裡頭最核心的東西叫做個人 接著 第二塊 保護主義 抱歉 只有我美國人有工作可以做 你們其他人憑什麼有工作 當我美國人失業的時候 工作還回來給我 因為我比你的高人一等 對比起地球上其他的國家的人 對比起地球上其他的國家的人 就叫做保護主義 第三個 它煽動那些白人 基層的人 然後呢 告訴他們 每天早上起來 有一次我看到他 居然可以很厲害 從早上三點鐘到四點鐘 發了六十條Twits 這個領袖光這也應該選他一下 是太了不起了 他發了六十條推文 東罵西罵東罵西罵 主要是罵民主黨 然後他給每一個人 他的政治的對手都取名字 民主黨左派那個叫 Crazy Bernie 然後Joe Biden 因為在有一次有一個場合 打了瞌睡 所以叫Sleepy Joe 然後他就 他有點疑心病 他覺得我隨時會被毒死 所以他永遠就臨時掉麥當勞 因為這樣大家來不及給他下毒 那他每次就直接的 他用推文直接的訴求 他的老百姓 然後直接的就罵紐約時報 罵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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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本身呢 就直接的攻擊美國的媒體 然後就告訴他們說 這些媒體都是假的 一個領導者直接的訴求民眾 這個在民主政治的定義裡頭就叫 民粹主義 因為他沒有經過他個人 跟中間很多精英 或者是其他意見領袖 或者是所謂的傳統媒體裡頭 他沒有基本的制衡 他直接訴求媒體 對不起 他直接的訴求老百姓 而且他們又把媒體關掉 他們美國沒有這個能力 但他只能讓美國的媒體 都沒有了公信力 拿破崙當時 要把法國大革命的成果 全部都毀掉 然後恢復地質的時候 還有最重要的 他把全國64家的報紙 關到只剩9家 現在川普的做法 其他都叫假新聞 他自己發推文 這是美國 美國出現的現象 美國已經是民主制度裡頭 大家覺得過去叫典範 英國呢 英國早就不是典範 他把邱吉爾趕下來就是個笑話 他脫也是個笑話 脫到現在已經英國人就瘋掉了 可是他是公民投票 所有的人去投出來的 所以公民投票很偉大嗎 那為什麼會投出這個東西呢 為什麼會搞到不可收拾呢 老百姓在投脫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這個結果呢 還是只是一種情緒 事後大家做了很多 英國的Channel 4 做了很多的追蹤 問那些投脫歐的人為什麼 有一大批老年人說 你們不知道以前的英國有多麼美好 他就問他說 你說的英國是什麼時候 他說的英國是1900年之前 就是英國擁有全世界殖民地的時代 然後英國的Channel 4 還做了一個各種調查 他發現那個時候 很多外來移民 攻擊巷子裡頭女性 攻擊7-11女性的照片 是假的 可是他引起很大的一些效應 很多影片也是假的 而且他們在YouTube裡頭 下了很大的廣告 置頂這樣 所以你現在去看這些 Facebook的股價非常高 因為大家都使用 可是他的獲利是從哪裡來 你們誰費Facebook錢 你們沒有付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的營利模式是什麼呢 怎麼會有一個這麼好心的人 幫你蓋了馬路 而且路大致都很平 也不需要路平專案 都很平 偶爾會當機 大多數的時刻都很穩定 他卻每次的財報獲利都 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他錢從哪裡來 第一個就是賣掉你的數據 把你個人的隱私 你的喜好 你會寫什麼東西 把你賣掉 第二個 你給我錢 我就把你的東西推廣出去 給我錢 我就把你推廣出去 所以他就有很大的漏洞 這是在美國 那我今天胡說想談談台灣 台灣呢 比川普還要不如 因為我們台灣總統是不寫推文的 他不會早上三十年起來 為自己辯護 他直接會養網軍 我在我們課堂上講過很多次 會成立網軍 在歷史上 只有一種人 叫做希特勒 還有中國共產黨 就叫地下黨員 散播不食謠言 然後用集體的方式 集體造謠 集體攻擊 就是典型的法西斯 那法西斯怎麼會跟民主投票 這件事情有關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現象了 你不養網軍的 你就贏不了選戰 我們上次找了聖聖人 來我們的節目上 也找了生命的主席 來我們的節目上 生命的主席就說 這就是你們 所謂的言論自由嗎 因為他是一個為言論自由 坐牢25年的人 他一生抗爭 就為了民主制度 他一生坐牢 受苦受難 就為了言論自由 然後這個自由 現在是被這樣濫用 那我並不知道這些消息 是不是真實的 可是執政黨沒有辦法回答 農委會裡頭有一筆預算 一千九百萬 他們說你到底是拿去做什麼宣傳費用 大家懷疑他是養網軍 那我不知道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我了解 現在很多贏的 或是重要的候選人 都養網軍 因為養網軍就是防小鬼 因為如果你本來不想養 你就已經是落敗的一方 你講格調沒有用 台灣已經變成這樣一個社會了 你的輿論不只是媒體造假 你的輿論是網軍造假 你一夜醒過來 這個世界變了 上次我碰到前台中文市長張文英 他被他打敗了 他的女兒想要從政 他爸爸氣死了 已經在生命最後階段的時候 他爸爸氣死了 你幹嘛去參加選舉啊 是米朗內的初選 是米朗內 那他的對手是米朗新潮流的對手 他跟我說他一夜醒來 這個所有的消息都散發到 他沒辦法回答 比如說他把車子停在色情區 台中市的色情區 因為旁邊剛好有一家舞廳 他說我是女的 怎麼說我車子停在色情區 總不會是我去做舞女 而且他是替短髮 他氣得要命 我說你怎麼不回答說 因為我很孝順我爸爸 這是我爸爸一生最重要的願望 他快要走之前 我就要讓他享受一下色情 乾脆你就這樣算了 然後他媽媽是正二代 因為他媽媽是前台中市的市長 他的祖父是前台中市的市長 陳端堂以前的醫生 那是在我小學的年代 我說你應該寫正 因為他長得很漂亮 我說你應該寫你是正妹 所以叫做正二代 還有他的媽媽是政治犯 我媽媽是正二代 我是正二代 我第一個正是我是正妹的正 第二我也是正二代 因為我是政治犯的下一代 因為我是政治犯的下一代 你媽媽是政治犯的人 請你站出來 因為她是在米娜內初選 但是她沒有這種伶牙一尺 她也沒有網軍 所以她不知道怎麼回答這些問題 於是她在初選裡頭 就以非常微服情況裡頭 就落敗了 這是一個現在的一個例子 所以我會來接著剛才胡志昂所說的 我們其實過去回顧 很多人談沒有報紙 就沒有發過大革命 廣播的出現 使得總統可以爐邊談話 讓很多老百姓了解他做什麼 這個是幫助羅斯福解決大小小的問題 電視出現就是 尼克森這種老頭子 就很難競選了 因為他的對手是J.F. Kennedy 他太帥了 一旦長得英俊的人 就可以在因為電視媒體出現之後 成了政治明星 所以老百姓已經不見得 有的時候這個媒體的出現 他也就是傳播思想 有的時候是把民主政治 帶到比較偏的地方 這個人要長得夠好看 這個人要長得夠帥 跟能力不見得有任何關係 然後接著現在這些自媒體 新媒體出現 那在台灣跟克里姆林宮 俄羅斯同時出現了網軍現象 我現在還沒有聽 因為我是做國際新聞的 我還沒聽到 脫歐他們有搞大數據 分析放假新聞 那還不是網軍喔 那是放假新聞 然後透過大數據 YouTube裡頭去制定 可是那不是網軍 我也聽看到這個 印度有很多大選裡頭 有很多假新聞 那也不是網軍喔 我還沒有看到全世界 除了克里姆林宮 他是養網軍 來攻擊美國跟烏克蘭的大選之外 哪一個自以為自己是民主的國家 認為自己是有格調的政治人物 舔不知恥的楊網軍 全世界 I'm sorry 台灣 number one 沒有的 我們有民主政治嗎 我不認為我們有 我最悲愛的是 其實參與最多網軍的是我們的大學生 年輕人 有些我就問他們說 我聽說現在這些網軍 他早上 中午晚上 他們因為有三班人 因為他們需要各個時間都要分配 可是不能一直寫相同的 所以一個小時裡頭可能寫一則 然後互相辯論 然後勞力密集 光做一個候選人 可能太浪費了 所以我就常聽到有人兜售 就這些人已經是變成那個 不好意思講 像轉台的外籍傭兵一樣 講其他太難聽了 就會說 我上次是幫柯文哲的 之後我就是去幫韓國瑜的 我現在要來幫某某某 但是呢 如果這個初選過了以後 我就要再回去幫柯文哲 也有說我現在是幫蔡英文的 可是呢我可以同時打國民黨的初選的 那也有說我上次是幫韓國瑜的 我現在呢可以來幫賴清德的 我就問了一家廣告公司老闆說 這些人是怎麼回事啊 他跟我說所有的網軍都一樣 忠誠度零他們只對一件事情有忠誠度 就是自己要的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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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以他們手中可以操作PTT 操作他們的Facebook 操作輿論 攻擊別人 製造假東西 洗版 他們覺得非常得意 所以我們的大學教育 你們這些人擅長的所有這些東西 我們是養出了一群共產黨地下黨員 一樣的沒有水準的法西斯嗎 What's wrong? 我現在沒有說成年人比你們高少 因為這些成年人不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們的確擁有一個蠻好的工具能力 這就是我們的young generation嗎 如果這是真相的話 台灣的民主政治正被網軍摧毀當中 史無前例的 這個比過去任何問題都來了嚴重 那我想前市長 他擔任過新聞局長 他研究國際政治 我想他平常非常的忙 他不像我有機會去跟幾家廣告公司的人聊天 他說現在網軍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可以早上同時服務兩個老闆 晚上再同時服務另外一個老闆 一個人可以接三個案子 而這三個老闆呢 彼此之間是互相衝突的 他也可以有辦法這樣運作 這些人呢其實做網軍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但也太悲哀了 那如果一個人從年輕的時候 就養成這種習性 不要講什麼science 賽先生 也不用講什麼德先生 既沒品德 你作為一個人的能力 從一開始 你賺錢的方法 就是從 不負責任 躲在黑暗處 如同流氓的小鬼開始 那就是你的生涯 你覺得你很厲害 我覺得這樣的人 人格很卑鄙 我講話重 不好意思 麻煩市長我們接下去 好 麻煩您 我講完了 麻煩您 然後大家有沒有講話 你們有人要罵我的嗎 有沒有 罵我的先講話 我最喜歡有人舉手前罵 你們認為我對網軍的評價 你們不以為然的人 請舉手 你們覺得你們人生 絕對不會去參與這個網軍工作的人 麻煩你們舉手一下好嗎 謝謝各位同學 不要客氣啦 對啊 他記不住你們的 請萬舉手 我很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是真的用心準備文件看得出來 今天這個題目我覺得蠻重要 你們漸漸的 要開始影響這個社會 開始有投票權 你的Facebook 你的網站 也漸漸會發表意見 或去接受意見 我刻意 從一夫一妻制度 到女人投票 這種你們生命當中 事做當然的事情 開始做我的鋪陳 就是要各位知道 也許你今天 事為當然的事情 不一定 會給你帶來美好的未來 一夫一妻 女人投票 都是百年左右的事情 那以前 你生命之中很多應該有的事情 就像太陽每天一定從東方起來 他不是一直在那裡的 所以以後各位的世界 也可能發生今天動地的變化 我以為你們會很有權力問我 喔 胡志強你自以為很聰明啊 那你告訴我 民主不好我們應該怎麼樣 你沒有答案嘛 選舉一人一票 會出問題 那給我一個你的看法 你光是告訴我們年輕人 我們所面臨的很多東西 並非必然正確 我只是想告訴你 你的未來 必須你現在要開始思考 也不要把別人講的所有的東西 照單全收 我只是希望我開始 影響諸位 懷疑別人告訴你的一切事情 包括我 當然你們可以不要懷疑陳文倩 免得我被他罵 但是我要告訴你一句話 你如果真的問我 那選舉不好你要怎樣 剛才我插了他一句話 希特勒都是選出來的 那選舉一定好嗎 我就是告訴你可能有問題 可是有沒有更好的制度 我現在告訴你 大家都聽過柏拉圖 希臘很有學問的人 研究政治 寫一本書叫理想國 他的老師就非常反對 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 那三千一年以前 那麼聰明的人 就在反對了 三千年以後我們有答案了嗎 還是沒有 沒有答案以前 乖乖的走民主制度 乖乖的選舉呀 亞里斯多德 就是柏拉圖的老師 他舉一個例子 他說我們大家一起 開一艘船出去 船上有四十個人 我們要選一個船長嗎 還是指定一個船長 選擇船長 如果沒有指定的船長好 我們大家都晚了 我們去一個餐廳 那個餐廳的廚子 主廚是選出來的嗎 不是啊 所以亞里斯多德是反舉選舉的 不過他也沒有答案 他教的學生 柏拉圖很聰明啊 可是我們找了幾千年 還是沒有找到更好的答案 亞里斯多德很慘 他涉入一個案件 那個時候 希臘很民主耶 找了一百個人來做陪審團 一百個人來 亞里斯多德認為他自己是冤枉的 結果是五十二票對四十八票 他輸了 他變有罪 他從此更不相信選舉 所以 我是告訴你很多問題 那你要問我 請問你的答案是什麼 這個我很會答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 我真的沒有答案 你也沒有答案 文怯那麼聰明他有答案嗎 我們還在找答案 在沒有更好的答案以前 沒有更好的做法以前 我覺得 你只好維持現在 還算可以接受的制度 然後祈禱 不要再選出一個希特勒 我覺得祈禱不夠 而是去理解我剛才講的 民主制度有時候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很糟糕的制度的理由 不是民主制度有時候是集體操控你的情緒 所以一個叫集體封獻主義 一個叫集體瘋狂主義 因為我們人性裡頭有一些脆弱點 他在某一種時代 比如他剛講希特勒 德國的失業率高達44% 因為那時候是大蕭條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被迫簽下了法爾賽條約 這個國家幾輩子都賠不完他的錢 你是講多數操控還是少數操控 多數 你講多數喔 對 拜託 民主政治就是多數決 你還反對多數操控 多數決 因為多數的人是瘋子 那你跟亞里斯都得一樣偉大 我要講的就是說 當一個情境發生的時候 大多數的人都被捲在這個情境的時候 多數的人在那個時刻就有一種情緒就會發瘋 你懂我意思嗎 OK好 那我們再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並排的最有名的老師叫蘇格拉底吧 蘇格拉底當時雅典以為自己是最了不起的 可是其實雅典已經不行了 她提倡了一些民主政治以後的理性思辨 由於她提倡這件事情 她就得罪了很多 你看你現在到雅典去到處都是這個什麼女神廟 這個神廟 這種神廟 那本來這個得罪也沒什麼 就是兩種觀念嘛 她的學生越來越多 結果雅典打了敗仗 於是有這麼一個邪說 因為蘇格拉底她所提倡的主張 得罪了這些神 我們雅典人才會打敗 這些說成了共同多數的民意 然後你們注意啊 那個時候她講了陪審團 那時候陪審團是付錢的 付錢不是說誰收嘛 就是有錢的可以當陪審團 那因此老百姓選你這個很重要 所以你是老百姓幫他 老百姓做判斷的呢 還是你是老百姓情緒的傀儡 當然是後者啊 就是我們講的待適制度啊 你是老百姓情緒的傀儡 你明明知道你現在做這個決策不對 但是你一旦違反老百姓對你的期待 違反老百姓的情緒 你就會變成失去陪審團這樣的一個角色 而陪審團是有錢拿的 所以這些人就判了蘇格拉底死刑 後來他就喝下了毒酒 就俏命了 過了沒有多久 雅典又在戰敗 你們知道什麼叫民意如流水嗎 沒有多久這些公民 那些老百姓 那些相信多 這個是蘇格拉底呢 把諸神都給犯了眾怒 所以導致雅典戰敗的人 開始覺得雅典會輸掉 再輸 一輸再輸 都是你們當時啊 這些組成的陪審團 你們得罪了最高的上天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陪審團拿來 再審判一次 好幾個陪審團就上吊 自殺也被處決 只有那些做決策的老百姓 不需要處決他自己 可是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從頭到尾錯的 都是那些民意吧 對不對 民眾的意見 那比如說 我們剛才在民主政治裡頭 最近 你們要注意的 什麼情況裡頭 會不選出希特勒 因為我們會在一個 經濟的情緒當中 這個情緒會有一些口號 會抓住你的感覺 而最容易抓住你的感覺 是什麼 民族愛國主義 什麼是五四運動 德先生 塞先生嗎 這點我跟胡先生有不同的看法 五四運動就是一個 第一個標語叫不平等條約 它就是一個愛國運動 在底下分成左派 分成右派 分成新文化運動 分成很多支 共同聚集在一起 不會有人為民主政治抗爭 也不會有人為什麼左派抗爭 就是民族主義運動 它一定是統合在這個旗幟之下 因為簽下了不平等條約 因為簽下了不平等條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所以1919年會有五四運動 這場五四運動以後呢 它當然產生了很多很多的影響 它現在地位被抬得太高 今年中共慶祝一百周年五四運動 今年是2019 對中共來講 它慶祝一百周年五四運動 它慶祝的是什麼 那是中國人的愛國主義 我們不會接受不平等條約 這是它的定義 它有錯嗎 它扭曲五四精神嗎 它沒有 它說的是實話 是你們大家 在我們台灣一些錯誤的知識分子 把你們帶領到民主政治 把你們帶領到 新文化運動像胡適這些人 讓你們對五四運動 基本性質 有了錯誤的認知 那民族主義本身 它可以號召出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它可以造謠 它也可以讓全國的老百姓團圓起來 對抗侵略者 它有各種不同的能量 有時候它表現在一個非常好的面向 它表現在非常卑鄙的面向 所以民族主義跟國家主義 永遠是常勝軍 最近菲律賓的總統杜特蒂 所向無敵 美國人罵他說怎麼可以亂殺人 一點用事都沒有 他們舉行其中選舉 地方選舉 他兒子他女兒 全部都是壓倒性的高票當選 因為他就是菲律賓的人民英雄 他可以玩弄美國 而菲律賓以前是美國殖民地 向來總統都是對美國 俯首稱臣 而且他對付了毒販 同時他對抗了美國 所以這個是民族主義 這是一個 伊朗現在也是民族主義 普丁憑什麼 他的支持率老是九成 他就是靠俄羅斯的民族主義 那川普呢 他會連任的機率很高 因為他把美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全面激起來了 那習近平會對於美中貿易談判失敗很在乎嗎 現在你如果打開中國大陸的電視 每天像發瘋一樣 連播 講話都罵得要命 因為紅衛兵回來了 罵美國罵得強烈的不得了 才沒有多久之前 中國大陸政府下令所有的媒體不准批評川普 那對習近平來說 這是壞事嗎 對老百姓是壞事 對中國也不是好事 可是對鞏固領導中心 全面號召一個中國民族主義 這是一件天大的好機會 因為經濟在下滑 老百姓的民心在失散當中 可是當我喊到中國民族主義起來的時候 你們都忘記了 你們都把鬥搖搖 所以什麼叫台灣人手牽手 對不起 台灣人手牽手 百萬人手牽手 228那一年 在2004年 你們很小 他號召了100萬人 在台灣的海外手牽手 那個畫面從空盤來看非常感人 也間接是陳水扁 在2004年 大幅的一天之內 民調要緊了7到8個百分點 可是也在那一年 南韓在我們所有的歷史裡頭 第一次GDP超越了台灣 第一次GDP超越了台灣 所以如果你在乎的是台灣的國家 這個事情 是競爭力這件事情 是下一代這件事情 你記住在2004年 是向來是四小龍之首的台灣 最後在那一年變成四小龍之尾 而且從此被韓國一路超越到今天 那一年叫台灣的國齒年 可是如果你在乎的不是下一代 不是國家競爭力 你看到的2004是 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 所以民主政治看你要選哪一個啊 你要選下一代 你要選你的經濟的未來 選這個國家真正核心的競爭力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就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 但我告訴你 我給你保證 這是時代再雷變 你還是選百萬人手牽手 這就是民主政治裡頭 它可以抓住人民 人性裡頭的脆弱之處 所以我常常說 我可以馬上變成兩個陳文謙給你看 我可以現在這樣子講話 就告訴你說 人工智慧對你們很重要 你們一定要學 英文對你們很重要 你怎麼樣都要在線上好好的學 沒有這些 你們沒有未來 第二個 我們台灣人 最重要的有一天 就是不能讓中國人把我們整個都兵團去 台灣人要把你站起來 台灣人的名字要把你割定 你敢真的要做投票中間 看作你是完全去給他 通意去給他 當作第二等公民的後一輩 你敢去黑龍 跟那個地方找工作 你敢不敢 你喜歡聽哪一段話 我告訴你前面沒有票 後面很有票 可是後面那個票你投下去 黑龍江你去不了 黑龍江也沒有工作可以找 你的人工智慧你還是不會 你不會英文 你將來 你不管去世界哪裡 你在台灣在美國 在什麼什麼鬼地方通通 哪怕你去了最繁華的紐約 你也找不到工作 所以其實民主政治裡頭有幾個重要點 就是說 你是不是一個脆弱的公民 你的情緒是容易被操弄的 我覺得這還是重點 來 市長做個結尾好不好 市長做個結尾 很好 不不不不 Please make a beautiful ending 我只是不習慣同學不問問題 他們就不問 麻煩你做一個結尾 來 你要不要麻煩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今天文獻設計這個題目 加上我的準備 都還不錯了 我還是真的 我每一次出來講課 我絕不用以前講過的稿子 所以你看不到我拿發黃的紙 用了幾百次的稿子 我都要準備 因為我一定要講出up to date 就是最適合這個時機的內容和想法 而且我不浪費我的時間 我也不希望浪費你的時間 我最後請各位同學給我們一點反饋 我很想問大家 你們覺得好好學好人工智慧 雙語教育 強化自己 這些事情對你是很實在很重要的 麻煩你舉手好嗎 OK 如果有一個人 他在台上一直講這些事情 而且他是在競選 你因此會投票給他的人 請舉手好嗎 就變少了 如果有一個人不斷地告訴你 讓我跟你說台灣人的悲情 1895年 那個沒出息的中國人 自己敗給了日本人 然後把我們台灣給割讓了 1945年 有一群人還在渴望祖國回來 結果沒有想到祖國來 一個超級大爛政府 最後進行了屠殺 然後後來1949年 怕被中共打敗了 跑來這個地方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實施了戒嚴統治 然後號稱他們現在留下了十大建設 然後殺死了很多台灣本地的很多人 然後現在叫我們 要接受 一個中國九二共識 我們還要聽他的嗎 你們覺得我也什麼話都可以講 贊成後者的人請舉手 對你來說後者很重要請舉手 你們可以舉啊 我並不反對啊 我只能跟你說其實民主政治呢 他可以有很多情緒性 情感性 對大家的一些討論 都可以 可是永遠記住 你的前途是你自己決定的 不是政客決定 因為政客是你選出來的 我認為台灣的政治會變這麼高 絕對不是什麼立法院啊 總統的責任 是老百姓的責任 我在外面啊 人家現在介紹我 常常很客氣的講 永遠的台中市長 就說你不做了 你還是我們最好的市長 他們完全不了解 你一直講永遠的台中市長 我就不能選總統了 謝謝